今天这条视频对所有的人都非常的重要 未来的五年里你想要活得更好 可以参考一下这十七条建议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要太在乎衣着的华丽了 第二能多挣钱呢咱们就抓紧时间挣钱 第三上班可以走路不行就骑电动车 能不开车就别开省着点花钱 第四如果你是年轻人一定要学着抠门一点 第五非刚需最好不要买房有地方住就可以了 第六最好不要想着裸瓷 只要工资还可以准时能发出来 受些委屈也不要想着跳槽 第七但凡花钱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再三再化 看值不值不要为了虚荣心去盲目的攀比 第八用不到的不要乱买把钱存起来 万一出点什么事心里不慌 第九我们一定要学会省钱 第十千万不要相信什么钱是挣出来的 不是省出来的这种话 第十一适者生存弱肉强食努力提升自己 第十二上班一定会很累但不能不上 挣钱一定会很苦但不能不吃苦 第十三三十岁以后少矫情一点 没人会在意你只会看你行不行 第十四有些资源分配就是不公平的 需要自己努力争取 第十五好好过日子一定要充满着希望去生活 第十六没事就好好地赚钱 努力攒钱积累财富 为了将来某一天我们也能说一句 有钱真的很好 第十七切记花钱简单挣钱难 所以不要大手大脚的 你会为你大手大脚而感到后悔的 如果有可能 这边 在前面 我 你如果不 relat